大家好 我是佑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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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氣象 不管晴天 雨天 原始氣象在你身邊 歡迎來到山海氣象的時間 大家晚安 我是如一 8月才剛開始 天氣上就有明顯的轉變 就是變得很不穩定 今天全台都有下一個情況 而且靠近南台灣沿海地區 就更加明顯了 其中到5點之前 雨量累積最多的地方 就在台南的歸人區 有將近120毫米的雨量 而另一個讓大家都很有感的 還有溫度上的變化了 我們以昨天的數據來看 新北市昨天高溫還有37.2度 只不過今天同一個時間 只剩下26.4度 今天台灣本島最熱的數據 則是出現在台中的清雪 來到了33度 跟之前有強烈的悶熱感 就有很大差別了 當然下雨就在降溫上 帶來了一些幫助 而至於明天雨還會繼續下嗎 我們就從衛星圖一起來看看了 昨天開始受到第二代環境靠近的影響 整體環境雪氣都偏多 天氣上就不穩定了 而同時 植布地區還有大雷雨 和短時間的強降雨發生 除了外出時候會造成不便之外 也可能會影響到安全 而我們從雲圖上來看 台灣目前就被大片的雲隙覆蓋 我們目前就處在一個大低壓帶的環境裡 在雲帶當中 對樓雲寶也是這樣消消漲漲 只要一通過就會帶來強降雨 到了明天 低壓帶將逐漸往西移動 台灣大致上還是處在低壓帶影響的範圍當中 只不過風向將會從偏西南風轉為東南風 在這個風向轉變的過程中 主要的降雨熱區就會從西半部轉移向台東 不過不論這個風向怎麼變 屏東整天的累積雨量都會比其他地方來得更為明顯 一直要到禮拜四之後 降雨的現象才會慢慢緩和下來 而至於溫度上 我們再來看到地面天氣圖了 這兩天因為夏雨的關係 白天感覺上就沒有這麼熱了 我們圖上也能夠看到 我們明天是持續受到低壓帶環境的影響 而且就目前的天氣線路來看 太平洋高壓其實犧牲的程度不太夠 大氣穩定度也不夠高 所以明天各地溫度跟今天相比 就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高溫大概會維持在30度左右 只不過有曬的地方 在溫度感受上就會比較有點涼意了 那麼就請各位朋友適時的增減衣物了 而至於部落裡頭更詳細的天氣預測 一起來看為您整理的山海氣象 首先來到屏東的世自牡丹滿洲 低溫22度高溫29度有9成的降雨機會 泰武來一圈日 低溫21度高溫30度有8成以上的降雨機會 三地門霧台馬加低溫只有18度 地點在霧台高溫30度 高雄的原鄉地區低溫只有14度 地點在桃園高溫28度 在阿里山氣溫在12到28度之間 南投仍愛於池水裡及信義 低溫11度高溫28度 台中和平氣溫在13到28度之間 有9成的降雨機會 苗栗南莊市談台安明天留意午後震雨 低溫20度高溫29度 新竹關西殲15峰同樣是有短暫震雨的天氣 低溫15度高溫30度 新北烏來桃園復興低溫19度高溫31度 宜蘭大頭南澳低溫20度高溫33度 花蓮新城花蓮市集安多雲的天氣 低溫25度高溫31度 宿嶺及萬榮低溫18度高溫32度 寿峰及封冰低溫22度高溫33度 鳳嶺光復及瑞穗留意短暫震雨 低溫24度高溫33度 卓西玉嶺及福里 低溫13度高溫32度 台東海岸線地區 低溫25度高溫34度有3成以上的降雨機會 池上觀山海端及岩平 低溫28度高溫29度 陸野台東市及北南 低溫22度高溫30度 泰瑪里大五金峰及達人留意短暫雨室 低溫20度高溫32度 南嶺地區氣溫在24-31度之間 最後來到外島的連江 金門及澎湖低溫26度高溫31度 一直到禮拜四之前 我們依然受到低壓帶環境的影響 所以說各地上的天氣就不太穩定了 而明天清晨到上午的這段時間 雨區主要集中在南台灣 而雖然北部地區的雨並不是整天都在下 但是隨身帶著雨具就是最保險的了 而且從過去的經驗來看 中午過後 作雨更容易出現在山區部落 所以我們也要再次提醒部落族人朋友 大家在外出活動或是在道路的使用上 也要多多留意自己的安全了 那麼以上就是這一節的天氣預報 我們正在把時間交還給久布蘭 感謝如意帶來的氣象資訊 以上就是今天的原始晚安報新聞 如果你有任何的新聞題材 請撥達原始專線 另外原始新聞網已經正式上線 邀請您加入YouTube頻道 Facebook粉專搜尋原始新聞網 帶您掌握最新最即時的新聞脈動 我是久布蘭感謝你的收看 祝您平安再會